奧倫 亞裔聯同非裔社區集會要求警察局長復職 星期一上午在奧倫市中心位於市政府門前的City Center 來自NAACP全國有息人種出進協會的多位代表 以及奧倫華埠社區領袖陳錫鵬 藍天市義工隊的隊員、前警察局局長Armstrong的支持者 聯同奧倫市各界的代表和來自其他城市的政客和議員等 一起聚集在市府門前集會 抗議奧倫市長勝途辭退Armstrong的決定 陳錫鵬在會上致辭時表示 在奧倫華埠於過去兩年飽受疫情 受視亞裔暴力和警察預算削減三種壓力之下 Armstrong承諾為華埠撥派更多資源 保障民眾和長者的安全 抗議是奧倫華埠的商戶 同時也是藍天市義工巡邏隊的隊長 對於今次警察局長被設職 他認為奧倫市府今次這個決定有些過於藏存 今次的集會除了華埠社區之外 來自NAACP以及非裔社區的多位領袖和牧師 都有在現場發表講話 其中有牧師現場列舉了Armstrong 在在職期間的貢獻和成就 也有政府官員表示會就此事 與聯邦層面的官員作進一步的溝通 在場人士多次重申他們的訴求 是希望奧倫市府收回成命 將Armstrong重申復職 而對於今次亞裔和非裔社區合力發聲 陳錫鵬也補充說 天下衛視記者 採訪報導